纽西兰总理五日表示 政府已向中方提出器官移植问题 他被记者提问 执政党工党议员华尔呼吁政府因应中共奴工 并指控中共活摘器官供应全球 总理回应 华尔是跨国议会联盟纽西兰分部主席 纽西兰没有进口器官 也已经在立法应对现代努力制 纽西兰广播电台RNZ节目红线与相关报道指出 工党议员华尔 18国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联合主席之一 指控中国共产党活摘法轮功修炼者与维族人器官 把他们作为奴隶 红线节目强调 这些可怕的指控是针对中国共产党 而不是针对中国人民 华尔引用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尼斯爵士主持中国法庭所作出的600页报告 尼斯曾担任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 以国际人民法庭的刑事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问题 该法庭判决中共是个犯罪国家 持续活摘器官 许多人经历难以形容的可怕死亡 RNZ报道 华尔呼吁纽西兰立法对抗现代奴隶制 中共奴工贸易 并立法以确保纽西兰人接受移植的器官 不得来自中国或任何无法证明捐赠过程 符合伦理规范的国家 临近的盟邦澳洲 国会联邦参议院2013年3月通过决议 敦促澳洲政府采取行动因应中共活摘器官 2016年11月通过动议 限制不正当的器官移植 并将考虑立法禁止公民在外国接受 非自愿器官供体的移植 新唐亚太电视陈慧摩张东旭报道